來了之後剛開始第一天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到了第五天我上台北工作的時候 晚上突然我太太就很難過的跟我講說 我已經把月嫂給你開除掉 說這幾天你告訴他應該要一些 比如說泡奶的一些正常的方式 然後這個月嫂是用100度的熱水去沖牛奶的錢 這是不對的 本來有請月嫂 然後後來發現一些事情 就是月嫂的行為 出現一些不太適合的狀況 我記得我們是在醫院待了四天五天回家 那回家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爹他其實也是幾個月的時候在家裡一個月服務 然後本來事實上是有一些月子重心來談贊助 就說我們去月子重心 可是第一個因為第一個我做不清楚 然後第二個大的其實也 媽媽要離開一個月的話 月母也覺得頂不住 所以他們就還是選擇用原來的方式 來了之後剛開始第一天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原則上我都是讓太太跟月婦去跟月嫂溝通 那但是到了第五天我上台北工作的時候 晚上突然我太太就很難過的跟我講說 我已經把月嫂給開除掉 就是會說這幾天有告訴他應該要一些 比如說泡奶的一些正常的方式 然後變成這樣這個月少是用 100度的熱水去沖牛奶的錢 這是不對的 他說我先100度泡著 然後我再等他涼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溫度100度的話 就把裡面的一些好菌都被殺死了 所以就會有一些角度是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沒有仔細留意到這個狀況 可是後來他跟我講說他不想要請月嫂 因為他想要自己帶 我說好那我也同意 正好那個時候我就是從二寶出生到現在 都算是比較空閒的時間 所以我回來就是幫忙佔夜班 就是讓太太去帶大的 小的我就來完全佔夜少就對了 其實因為我第一胎的時候沒有 第一胎那時候那時候在內地拍戲 沒有帶到所謂的 比如說剛出生這個一個月 或者是在強保時期最最艱難的時候 這次碰到的時候就發現就是為母則強 嗨大家好我是武痛 謝謝是乃哥我是許乃琳 我是丹丹 我是蔡康勇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S 我們是號角相機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裡要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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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